海外网4月5日电土耳其外长恰午时奥罗卡Voussard陆周四表示,虽然土耳其从俄罗斯购买S400导弹防御系统致使美土双边关系紧张,但土耳双方已完成交易D1DU,军购协议不可取消。 据路透社5日消息,近来,安卡拉决定购买与北约系统不兼容的俄罗斯S400导弹防御系统,导致美国和土耳其双边关系紧张。 华盛顿甚至警告土耳其,推进这项协议可能会导致美国的制裁。 虽然美国敦促土耳其购买爱国者防御系统取代S400,但安卡拉明确表示,尽管希望推进这项的军购交易,但其前提是要与美方达成正确的协议。 无据美方制裁土耳其S400交易完成不能取消。 据报道,恰午时奥罗在访问美国期间一场发布会上表示, 土耳其想购买爱国者系统,但土方不会退出与俄罗斯的军购交易。 恰午时奥罗说,土耳其已经告诉美方,我不知道在数月前或是数年前与俄罗斯的军购交易就已定下来了,所以我们不能取消。 恰午时奥罗还表示,土耳其收到了美国爱国者系统的新报价情况, 其中包括价格和交货日期,土耳双方将进行新的谈判。 但恰午时奥罗同时表示,由于美国国会陷入僵局, 美国无法保证能够顺利将爱国者系统出售给安卡拉。 美国和北约多次警告土耳其称,S400防空导弹系统无法与北约的导弹防御系统兼容。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罗伯特·帕拉迪诺RT帕拉迪诺说,S400问题可能会导致美国根据美国敌对国家制裁法案CAATSA对土采取制裁措施。 早前,土耳其计划购买100架F-35飞机,也遭遇了美国的暂停交货。 观察家认为,F-35隐形战机是唯一能有效对抗S-40防空导弹系统的战机。 美国非常担忧土耳其购买S400系统后将使F-35战机的系统被破解,从而使该款战机更容易受到俄罗斯防空系统的影响。 美国试图通过提供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来阻止土耳其购买S-40防空导弹系统,但安卡拉多次表示不会放弃购买俄罗斯防空导弹系统。 编译海外网红杏川